当你醒来发现你的房贷不用再还了 保险不用再交了 水电煤气不用再付 所有生活开销孩子上去 老人看病也不需要花钱了 你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你 今天分享一本书 念的小片段还要花语言 18年上架的一本科幻小说 突然领袖打破了沉默 就像涛给你讲过的那样 米歇我们选择你来参观我们的星球 为的是让你在回到地球后 报道一些信息 并在几个重要的问题上歧视众人 时辰已到 有些事情必须发生 经过数千年的黑暗和野蛮之后 一个所谓的文明出现在地球上 工业技术随之发展 并在过去的150年里愈演愈烈 现在据上一个发展程度 相向的高科技文明已经有14500年了 虽然地球上现有的科技 根本无法和真正的知识相比 但它仍发展到足以在近期危害地球人类的地步 之所以有危害是因为它只是物质支持 而非灵性支持 科技应当支持和协助心灵发展 而不是像如今在你们的星球上发生的那样 将人们越来越深的禁锢在一个物质主义的世界里 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你们的人都只沉迷于一个目标 富裕 他们穷极一生去追求和财富有关的事物 人们对富人充满羡慕嫉妒和憎恨 并对穷人嗤之以鼻 可以说和14500年前存在于地球的科技相比 你们现在的科技不仅不值得一提 还在将你们的文明拖垮 使它一步步走进心灵和道德的举栽 我注意到每当这伟大的人物谈及物质主义时 他和他的助手的灰光都会闪烁出一种又暗又脏的红色 仿佛将他们暂时置身于燃烧的灌木丛中 我们海洋华的人们的职责是去帮助引导 有时甚至是惩罚那些在我们监护下的星球上的居民 好在涛在我们来海洋华的途中 已经简要的给我讲过了地球史 否则我听了这段话后肯定会从椅子上掉下来的 我想 他继续道 你已经知道我说的危害人类是什么意思了 许多地球人认为核武器是最主要的危险 但事实并非如此 最大的危险涉及物质主义 你们星球上的人追求金钱 对一些人来说它是一种获得权利的方法 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它意味着获得毒品 另一种获根的手段 而还有一些人则视其为比身边的人拥有更多财产的途径 如果一个商人有了一个大商店 他会想要第二个 接着是第三个 如果他掌握了一个小企业 他会想着扩大规模 如果一个普通人拥有了一所 他和家人可以在其中幸福地居住的房屋 他会向往一个更大的 或是拥有第二所 之后是第三所 为什么要这么愚蠢 何况人终有一死 到时万事皆空 可能他的子女将挥霍掉他的遗产 他的孙辈会贫困潦倒 终其一生 他都在致力于纯粹和物质有关的事情 没有给心灵方面的事情留下足够时间 那些用钱去吸毒的人 竭力谋求一个虚幻的天堂 这些人付出的代价 要远比通过钱去做别的事情的人多 这只是这本书其中的一小段内容 然后我觉得挺有意思 可以和大家分享 然后讨论一下 就是关于我们现在这个金钱社会 其实金钱最早的初衷 它就是一种工具 方便我们交换 但是我们慢慢就把金钱 变成了我们的人生终极目标 每天睁眼睛就是为他在奋斗 闭眼睛也是担心 明天是不是还能为他而奋斗 其实我们都是在金钱的监狱里 这个游戏呢 就是想象一个没有金钱的世界 会是什么样子的 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 再脱离金钱的世界 再脱离金钱的束缚之后 每一天都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 我觉得我可以起个头了 就是早上当你醒来 发现手机所有的跟金钱金融类有关的APP全都失效 我cash 有兴趣的人可以发散你们的思维 然后留言或者是写邮件给我 然后分享你们关于一个没有金钱的社会的样子 要是钞票完全不存在的话 我就要去环游世界 因为有一些你觉得环游世界是些非常昂贵的事情 如果现在没有钞票了 我觉得我就去环游世界 因为你不重要了 你不用用钱来束缚你 我觉得人不应该被钱束缚住 整个金钱的系统就是 大家都知道被一些财团控制着 这个就是他们的游戏而已 我们就是在这个游戏中的受害者 所有的东西都是从构思开始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先设想一下 这一个没有钱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这个世界就会离我们越来越近 来吧 连染 都有 为什么 所以 为什么 announced 突然